塑造偏乡幼儿优质成长环境增加原乡资源 由伊兰县公益彩券银鱼以及前瞻计划经费补助办理的南澳亲子馆接牌仪式 在伊甸盲人喜乐合唱团南澳附设幼儿园演出以及基督教祈祷仪式之下开启祝福 南澳亲子馆为县内第12个亲子馆 唯由台湾基督教福利会来承担 包括县长林志庙、南澳乡长李胜雄等来宾都共同出席盛会 一同为亲子馆来接牌 亲子馆在这个地方成立就是表现出上帝爱我们南澳乡的小朋友 我们台湾基督教福利会做了很多的工作 从老人、小朋友、从平地到山上都有 南澳乡跟我们的这个花莲非常的近就在交界处 所以人口有时候会流动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品质做好 让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都留在我们的南澳乡 让我们的这个乡长带领着我们还有主席认真努力 对乡镇的推动让我们的福利把它做好 那下个下周呢就是大同乡 我们希望12个乡镇的亲子馆都能够如期如指的完工 所谓的亲子馆就是一定要陪伴 也就是说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 你带小孩子来 来到这里陪他读书 陪他做任何的事情 陪他说话 陪他看电影看什么都可以 就是要陪伴他 而不是说把小孩子丢在这边 妈妈去做自己的事情 爸爸去工作 那既然是零到六岁 也就是说对妈妈就是怀孕 怀孕或者快要生的时候 就算生了 有关脱育啊 脱育还是说医疗啊 这些等等 也都可以来这边来做咨询服务 今天进来看到焕然一新 这个可能花了不少钱 但是很难得啊 他没有动到我们代表会的一毛钱 我们只有乡提供这个地方 感谢县长 还感谢伊甸基金会 使这个亲子馆更完美 因为儿童毕竟是未来国家的主人公 也是父母的宝贝 我们都希望快乐的成长 南澳乡人口外移相关的资源不足 为了让南澳乡0到6岁的幼儿 获得更好的育儿支持 与照顾 县政府特别来成立亲子馆 未来除了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来办理活动之外 也会整合县内的相关育儿资源 111年也争取到前瞻计划补助 增设行动外展车 未来透过车子外展 服务将更深入社区 落实友善育儿环境的建制 行动外展车 我们已经向中央争取经费 希望能够带动了地方的交通的顺畅 经济的发展 而且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乡长 还有主席跟我们的县政府配合得非常好 希望拼出南澳乡的好生活 一栏新闻记者是世民采访报道